我们在北港已经在研发这种 把这个紫神像的技术环游回来已经有20年了 经过这20年的这个努力 我们现在接受到国际的肯定要去柏林展览了 可是我们欠的是经费 我们希望能够这次能够把我们云林北港的特色 妈祖的文化和台湾的妈祖文化发扬到国际上面去 希望能够接受大家的资助 能够让我们顺利成行把这个技术发扬光大 成为台湾之光 谢谢 我是维生蔡尔隆 那我们现在是两岸三地唯一专业 用竹子子制作紫神像的公司 那目前为止 这个部分是已经失传100多年了 我们花了5年的时间 把整个这个技术再还原回来 因为中国最早有的立体神像 就是用竹子子做的 那这竹子子做的神像 在台湾大陆都已经失传了100多年 将近200年了 根据法师他们在登坛帮人家祈福做法的经验 他们说紫神像是最灵业的 那后来因为这紫神像的部分失传了 才变成慢慢的被木雕的取代了 那紫神像目前大家比较容易看到是紫糊的 就是紫渣 紫渣那个是南派的 那个是要活化的 那像我们做的这种是不活化 这种叫做脱胎换骨 那这种正好脱胎换骨 其实早就失传了 没有了 现在两岸三地 只有我一个人会做 因为包括我去南港第一届 南港文博展的时候 那有一个八十几岁 一个北京的一个老记者 他专门采访民书的 他说大陆他跑片了 他有看过几百年前留下来的 可是没有看过有人会做 所以他给我采访了半个小时以后 回去写在他的那个杂志跟网页上面 那第二年大陆七个省市的文化领导 全部带淘楼到南港参加舞博展的时候跑过来看 他们觉得不可能 因为已经一百多年没有人会做的东西 怎么可能在台湾突然间就出现出来 那前两年我在厦门展览的时候 有一个老先生做轮椅 他看到这个子神像当场就哭了 为什么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他是在庙里面当管理员 那他们庙里面有一尊子神像非常灵验 当时就是因为红卫兵要把他抢去烧 跑给他 结果被那个红卫兵用那个锄头饼 把他的脚整个膝盖都打碎了 那神像被烧了 他说他以为他这辈子再也看不到 有人会做这种子神像 一个子神像要三十几道工 只要有一道工是错的 你就必须要全部丢掉重来 最主要是要去德国柏林工艺展 因为德国柏林工艺展 台湾已经有将近十年 没有人入选进去了 因为他要的是最正统的传统工艺 那现在到目前为止 他是世界三大工艺展之一 那大概差不多需要四十万左右 因为我们是在北港 那北港妈祖是全世界三大妈祖的信仰中心之一 这次带出去的展品的主軸 就是以妈祖信仰为主 那我们希望让大家更了解整个妈祖信仰文化 就是这样子 了解 那我们大家看了 那么多分 我们在台湾 都是转换的 和前掠 我们在台湾 然后坐在台湾 我们在台湾 我们在台湾 我们在台湾